大家好,我是Querusoft 今天介紹一些新產品,我覺得挺值得玩的 它就已經有5、6和9mm config的產品出來了 它就是這個Aventure Force的Nusus Pro 它跟盒也跟了一個5、6的夾 還有一個9mm兼一個adapter 那麼多加上呢,加上12顆5、6和12顆9mm 加上都是多油水而已 先說入彈,入彈是否要指著 入彈是非常真實的 跟真槍子彈都是這樣,逐一粒進去 叫做9mm 操作方面,它是手拉來的 因為要拉這個Vertical Grip 拉下來上去,它自己是OK的 上去之後,它鎖回來 拉不到後 如果你拿著槍,可以按自己的鍋頭就可以了 力水方面,我找不到電子磅 這支DOT,我塗過上去,大概是0.85g 我打了出來大概是0.8多J 就不需要太大力 跟著Adapter,Adapter純粹跟著箭咀 直接進去就用到了 然後再去,跟槍有前樓梯 前樓梯,這些大概是拋物線的梯 有一個DOT STOCK 火母就不是CCWCW,是直插 內管就是鋁管 另外,C-Chain有Safety 按下去就按不到雞 那,退彈架就有少少不同 退彈架的MAD Release 不是這個位置 那MAD Release 和入彈要去到後面 才可以進去 進去後,如果退彈架 就是這個撥前這樣 現在有顆彈在裡面 準成度來說 我覺得細彈是好過大彈的 可能大彈飛行的時候 有些風阻 有些影響 變得有少許飄 就會歪一點 細彈就好一點 那你見我試過的 大概15米左右 我打那個SARC 就大概人差一點 大概 細彈基本上都全部進去 和你見打到幾個東西 都很棒棒 好,配件方面 試一下 Inpoint T2 加ScatorWorks 的Mount 上去 我覺得這個應該OK 因為它有少許走散 T2上去沒問題 始終是夾 這條軌子都OK 試一下Buffer Tube Buffer Tube 有五格位置 可以調整 好,今天試一下 Mac Pro CTR的Muse Bag 看看能不能進去 OK 還要沒有什麼動作 這個也不錯 鎖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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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是很微的動作 先把原裝一下 反而原裝動得比較鬆 接著它一格格多拍到 鎖上去 好,看看如何是電筒 電筒 因為這條軌子 不是M-Lock 暫時還沒想到 怎麼加 試一下加前面這個位置 看看Sherify 看看能不能進去 Sherify X300 是比較難遷就的 因為它的闊度 就定死了 變成如果你窄一點 闊一點的話 就未必適合到 如果你有其他電筒 是有左右調 一些 遊戲容性就比較大 比玩具鬼 先試一下 OK 又不是怎樣移動 變成一支窗 也可以拿著它來 用電筒 加槍帶的話 可能這個位置穿一條 5-0-Code 損東西 損上Budstock做槍帶 整支槍應該可以的 至於彈甲袋方面 正常5-6-0-Code 比較闊一點 我覺得它有一點高 近762的高闊度 變成G-Code Scorpion 現在較鬆了帶 就有機會碰到 G-Code Scorpion 5-6-0-Code 沒問題 如果這個9mm 就把Pistol拋出來 都OK 現在加上Sling 剛才說了 前面就用了 Blue Horse Gear 的Universal 那它 這個動動都差不多 所以都OK 這就是Adventure Frost的 Naster Pro Review 也祝大家語言之快樂 說笑還說笑 加拿大現在有一個 CIA的法案術通過 會間接影響到 所有器槍的玩法 因為它是禁止所有 真槍和真槍的買賣 如果真的通過 以後的頻道 可能就可以做這些 Review G-A Review 雖然可以繼續做 但是如果我沒有落場 沒有了落場感覺 都很難說一下用後感 都希望我CIA 一人不要通過 我還是等它不通過 才去買氣槍 所以如人之爭 有趣的 Review 之外 都想帶出CIA 這個法案 給大家知道 講時講 這東西 雖然它不是Nerf 不是Nerf牌子 但是都是Nerf蛋 但是我覺得它真的OK 因為Mills Pack 不停 入到 很緊 這個有得教 不要說 X300也能入到 都是小小動作 我覺得這支玩具 都真的算OK 還有它 9mm 我打了15mm 如果CQB 香港有這些東西 玩 年輕人玩 我覺得真的不錯 15mm也夠了 CQB 它的盒子寫到128尺 大約30多米 但是 我覺得它應該是 拋物線 就不是直線 因為我打了15米 那個紙盒 都有點對 所以如果 年輕人CQB 這支真的OK 或者是可以玩 我覺得是OK的 對 今次就這麼多 下次再講 請訂閱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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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讚